任何一檔股票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計算出它合理的企業價值 在股票市場中其實要賺錢 除了好公司之外 好價格也是非常重要 股票市場賺錢有幾百兆 但是真正能夠讓你安心賺大錢 真正能夠讓你用投資的方式 去看待股票這個市場的 真的就是買低賣高 你Focus在企業上 Focus在企業價值上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追著小狗跑 追著那股價的波動 我要跟大家推薦的是這個 標股金APP裡面 我們在最新的版本 把這個PEG納進去 一樣有這個小樹苗的依據 你就會看到特價便宜合理 昂貴跟瘋狂 好價格的部分 除了PEG之外 我們標股金裡面還有一個 河流圖 用滾動式的 這也是市場唯一一個用滾動式的客流圖 那這也是市場唯一一個財報 AI的APP 標股金除了計算好價格之外 那剛才慶容不是有提到說 我有一本著作12招 獨門秘技找出標股金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高勝率的選股策略 那這也都收入在標股金裡面的選股 那這放在所謂的融旋股裡面 它可以幫助大家快速的去篩選標的 有機會可以讓你贏在起跑點 如果你有什麼不懂的 歡迎可以先加入這個免費的LINE群 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資訊 跟贏家的觀點 那我們看一下最近投信 這三天買超最多的 像2344的華邦店 好的 投信最近三天買超了8864張 那我們看華邦店最近的一個股價的走勢 股價走勢一路從10月底的最低點23.75 上升到這一波已經來到32.2元了 那投資人該如何去看待呢 那一樣我們一樣可以進入到這個 河流圖的部分去做一個比較 那當然通常我都會習慣從靜止筆開始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的河流圖就非常漂亮 紅色的是股價的走勢 然後紫色的是昂貴 粉紅色是合理 淺藍色是便宜 深藍色是特價 然後華邦店先前的股價曾經有跌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 跌到這個特價區 有特價深藍色的部分 那時候特價是多少 26.98以下 就是屬於特價區 那它跌到特價之後 就獲得支撐開始反彈上來 那反彈上來就開始進入到便宜嘛 那便宜大概到34塊以上 就開始進入到合理的價格區間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作為大家的判斷依據 你看在這邊便宜 便宜價是落在26.27塊以下 我們看一下 那個華邦店的這一波的股價的走勢 對我們看23.75元 就27塊以下就是它的便宜價 以它的這個第三季的淨值比來看 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那當然除了這個河流圖之外 當然還有這個PEG嘛 PEG 那PEG預估它最近的這個獲利會來到4.74元 這是用近12個月的營收所推算出來的 那目前它的這個價格的話 這個就參考而已 參考 好幾個可以參考 這個用ROE的 像PEG有四種頻段的方式 那到底要用哪一個 其實同學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慶紅老師的建議就是 找最適合它的就好 任何一檔股票 都可以透過財報分析 計算出合理的企業價值 任何一檔都可以 但是前提是 你必須得找到適合評價它的方式 那當然我們這個APP裡面 收入了非常多是評價的一些財報的 這種方式 那你要做的就是去套用 每一個都套用看看 你可以用河流圖 河流去套套看 用本益筆套套看 鏡子筆套套看 甚至用PEG PEG的這個稅後盡利率 然後或者是這個稅後營業盡利率 或者是ROE再投資率 或者是ROE這四種的版本 套進去看看 你大概就會知道 它大概是比較適合 哪一種的評價方式 那目前看起來 這個就還蠻適合的嘛 就是用這個ROE 這個ROE的近四季是蠻適合的 因為它的特價落在25.02 便宜價落在29.19 合理價落在33.36 昂貴價落在41.7 所以對照這個目前的股價的話 25以下是特價 那跟它這一波的最低點23.75 真的也是相去不遠 所以好公司如果你能夠買在便宜價 如果你能夠買在特價 你就能夠創造出未來更大的獲利的空間 所以這是蠻不錯的 那那個除了PEG之外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基本的資料 比如說公司 大家可以知道點選公司 就可以知道 華邦店它這家公司是做Fresh的 然後他們的資本額 資本額然後上市的時間 跟成立的時間 然後公司地址位在哪裡 那另外還有新聞 新聞 這邊有它不同的一些新聞 最近華邦店的新聞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那另外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其實就是觸及記錄 所謂的觸及記錄 就是它觸及到 慶榮老師的選股策略的記錄 那我們點去看 華邦店有觸及到成長 成長其實就是採用它 符合比的連續 就是近三個月的營收 出現30%以上的年增率 那目前的本益比在相對便宜的一個部分 那華邦店是什麼時候觸及的 這是它每天都觸及嗎 我看一下 它最早觸及的時間點是 9月17號27.7元 觸及到這個龍選股裡面 這就是觸及龍選嘛 這邊有我們的龍選股裡面的畫面 其實有成長價值 然後地板 龍多 危機入市 資本支出 精選布雷跟鹹魚翻身 然後華邦店是觸及到成長 它當時觸及的一個價格 是落在27.7元 27.7元 所以它當觸及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已經符合了龍選股 那龍選股從哪裡來的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標股紀念的這個畫面裡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龍選 這個龍選 龍選點進去之後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這個 現在符合成長股的有哪一些 符合價值的有哪一些 符合格林布雷的有哪一些 符合地板的有哪一些 符合龍多的有哪一些 符合危機入市的 然後資本支出的 然後鹹魚翻身的 這些的選股策略其實都是收 都是參考慶永老是有一本著作 12招獨門秘技找出 標股經營裡面的高勝率的 而且通過大數據決策的 高勝率的一些策略 然後把它收入到這裡面 然後可以幫助同學去 進一步的去了解 如果你不太清楚這個策略是什麼 然後我們標股經營有個非常貼心的 一個設計就是這個I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I 你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策略的說明告訴大家 成長股是屬於什麼樣子的 比如說成長股就是它近三個月的 營收年增率超過30% 然後本益比小於20倍 然後近一年的EPS為正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華邦店 它在今年的9月份 在股價在27左右的時候 觸及到龍選股裡面的成長 它剛好就是符合這個的條件 那你就再搭配它的股價的位階 就可以幫助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好 那除了這個 好 投信最近三天買超最多的華邦店之外 那另外還有像中美金 中美金最近三天買超了3039張 然後我們看一下中美金最近的股價 已經來到200多塊了 然後它最近的股價的走勢 就一路的從168 168上漲到這一波 今天的最高點來到225元 那在上漲的過程中 投資人家該如何去判斷呢 那一樣 我們一樣可以進入到這個財務 那裡面有它的營收的狀況 你看 中美金的營收還在成長 然後它的EPS 然後鼓勵 損益 然後獲利 財務比率表 那這有機會的話 青龍老師就會幫大家稍微解釋這裡面的功能 那當然我們助教也都會幫教大家 我之前有錄很多短視頻 都有教大家怎麼去看這一些財務比率的表 好 那更重要就是這個河流圖嘛 那河流圖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中美金 中美金的部分要該怎麼去判斷呢 我自己的習慣都是從淨值筆開始看 淨值筆看完之後 再去看本益筆 再去看PEG 然後以此去找出適合這家公司評價的一些方式 那中美金最近240天的平均的淨值筆是2.1倍 2.1倍 所以往上會延伸出所謂的合理跟昂貴 會往下會延伸出所謂的便宜跟特價 那目前它的一個股價如果來到了這個2.52倍的股價 淨值筆 那推算出股價大概是229以上 就會開始進入到這個紫色的這個區間 就會來到這個紫色的區間 那來到紫色的區間 你看就像它先前 大家有沒有看到7月份的時候 7月份它為什麼漲到紫色的紫色這個區間已經漲不太動了 因為它已經來到了用財報所計算出來的瘋狂的價格 209 那邊來到209 它那時候股價在210 然後為什麼漲不上去了 就是因為來到瘋狂價 股價已經來到瘋狂價了 從財報分析的角度 如果你懂得企業價值的人 你就不會在這邊去追在凱凱之價 就是那種非常高的價格 因為它已經來到瘋狂價 為什麼你要去追呢 那市場一定會有一派的人去追這樣子的股票 那我們還蠻高興的 他們在追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貨給他們 因為這些人都是蒙著眼睛在那邊亂投資 不知道他們在 不知道 因為他們不懂企業價值 那你懂企業價值就是張開了眼睛在投資 因為你知道這家公司 到底合理的價值都落在哪裡 他已經來到昂貴價 他已經來到瘋狂價了 這時候都不應該是你買股票 或者是你想要追股票的 而應該是你要去調節股票 賣股票的時機 這個差別非常大 然後他來到瘋狂價之後 在今年七月娜瘋狂價值又往下 然後跌到一度 跌到合理的下雨 已經快接近便宜了 那這邊就獲得支撐 然後最近又慢慢上去 看了這個之後 你心裡就會有個定件 有個定件 就知道這個投資的依據是什麼 好 那除了這淨值比之外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他的這個PEG 這邊有個預估EPS 中美金的預估EPS會來到25.87元 所以有了這個25.87元 你就可以去作為他 企業價值頻段的一個依據 那這個預估EPS怎麼來 就是採用他近12個月的營收 然後乘上一個他適合的稅後淨利率 然後除以他的發行股數所得出來的 那他是屬於滾動式的 每個月都會滾 每個月都會更新 隨著每個月公佈營收 他就會更新新的數據 隨著每一季公佈完新的季報 他就會更新最新的 近四季的稅後淨利率 所以這是一個蠻有參考價值的 好 那這個是稅後淨利率 然後這個也有營業利益 這個就是為了怕有些公司 他們有很多的業外 所以業外他會反映在稅後淨利上 但是你要扣除業外就必須得去 焦點在這個營業利益率上 營業利益就是focus在本業排除業外 排除業外的部分 OK 好那我們一樣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公司 中美金是做什麼的 他是做矽晶圓的 然後主要是for太陽人的產業 那一樣有他的新聞 大家可以點去看他的新聞 那另外有觸及記錄 他中美金沒有符合成長 價值也沒有 地板也沒有 隆多 隆多就出現了 隆多就是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 這個我們待會在後面 會跟大家來解釋 這個合約負債的內容 那他什麼時候觸及 我們往下看 什麼時候觸及 今年的11月8號 觸及到合約負債的這個選股 隆多的選股 當時的股價在191 191喔 191 那現在在215 那一張也賺了2萬多 隆多有 違紀錄是 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也有觸及到 就是我的策略中 有一些公司他不只符合一個 他還要符合兩個 那通常有些定戶 聰明的定戶想說 那符合一個的可能沒這麼穩 符合兩個的會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有些人就會去 去專門找那個同時符合兩個的 觸及記錄的一些標的 那看一下中美金5483 中美金是什麼時候觸及的 2021年的5月31號 要觸及到資本支出 當時的股價 168 哇 好棒喔 一路發 如果你這個時候買到的話 你現在已經一張賺 4萬 5萬 一張賺5萬了 對啊 報酬率還蠻不錯的 這就是觸及記錄這個APP 他們就是幫大家整理的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所以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標古金APP裡面內容嗎 他剛好就是他整個APP的設計過程 就是要貫徹慶榮的一個很重要的贏家策略 我的贏家策略是什麼 我的贏家策略就是叫你不看盤 也能夠安心賺大家錢 因為我平常上班時間是不看盤的 平常盤中時間是不看盤的 我們的群組也是盤中時間不討論的 因為我們是主張不看盤也能安心賺大錢的一種策略 那你要怎麼不看盤也能夠安心賺大錢呢 最重要的是你要堅守 要找到好的公司 然後用好的價格 計算出好的價格 然後堅守買低賣高的原則 那好的公司怎麼找 其實龍選股可以幫助大家 可以快速的找到一些不錯的標的 那好的價格呢 其實本益比的河流圖 股價禁止比的河流圖或者是PEG 這個都會是協助大家一個蠻好用的一些參考的依據 那有了這個好公司跟好價格之後 接下來投資人要做的就是遵守 買低賣高的操作的一個紀律 那自然你就能夠不看盤也能夠安心賺大錢 那我還蠻開心的這個這樣子的一個贏家的策略 在最近這段時間其實有得到蠻多同學的一個蠻正面的一些回饋 那其中有一個同學他就在這幾天他有分享 就是他以前在做股票的時候其實都是喜歡用融資 喜歡融資喜歡擴大槓桿 因為為什麼會想要融資他可能急著想賺錢 在資本市場蠻特別的 就是你越急著想賺錢 你反而最後越賺不到錢 我一直很反對投資人去 在你什麼都不懂的時候去擴大你的槓桿 就是擴大槓桿的結果應該會帶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 那這位同學他可能當以前在投資股票的時候 可能沒有對股票投資都沒有那麼了解 所以他用融資然後損失了四 損失了四百多萬 損失了四百多萬之後他才不敢再玩 他覺得哇股票市場太恐怖了 怎麼那麼恐怖 他非常恐怖覺得股票市場竟然是可以讓他賠到四百多萬 四百多萬可能很多人要工作好幾年 才有辦法存到的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但我還蠻欣慰的 他沒有對這個股票市場這種死刑 因為他說他自從認識了欣慰老師之後 他整個觀念才改變 然後慢慢的去調整自己的錯誤的習性 跟調整這個腳步 然後不再犯錯誤 犯什麼樣的錯誤 追高殺低 我發現很多的投資人真的 為什麼在股票上賺不到錢 其實真正的關鍵就是你總是在追高殺低 不該買股票的時候你拼命買 不拼命追 不該賣股票的時候你拼命砍 拼命賣在阿呆股 那最後的結果當然就是追高殺低 股票要賺錢真的就是賣低賣高 那為什麼很多投資人會追高殺低呢 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人性的關係 因為人性有貪婪跟恐懼 貪婪你會害怕跟不上 會害怕賺不到 所以你會想要去追 那恐懼你會害怕股價會賠錢 害怕股票會賠錢 所以你會亂砍股票 但是這是一部分嘛 是因為人性的攪擾 但另外一個部分我發現很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目前市場中有 倡導很多追高殺低的交易策略 而且這些交易策略的倡導 也難成為市場的主流 並佔據了很多的媒體的版面 那其中就有一個同學 他真實的回饋了 他是說 他先前在買這個標股基金APP的時候 在買標股基金APP之前 他花了非常多的錢 他花了不少的錢去學什麼 學技術分析的門派的課程 花了很多的錢去學技術分析 那技術分析在教什麼 其實技術分析的真正的 基本的邏輯其實就是追高殺低 因為他突破賣跌破賣 那基本上就是追高殺低的 這種交易的測試 用不同的方式去判斷 如何追高如何殺低 自從他之前學了花很多錢 去學技術分析的課程 那目前市場中也非常多 在教導技術分析這些方式的人 但是因為你的基本的邏輯是錯的 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非常愚蠢的交易行為 就是為什麼要追 為什麼股票漲的時候你才去買呢 股票跌的時候你才才賣呢 他明明合理的企業價值 就可以讓你評斷出來 那為什麼永遠要去做這種 追高殺低的 愚蠢的交易行為 那當然技術分析有他們的這個門派 他們的支持的論點 那我還蠻高興的 市場有這麼多的人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對我來講 他們在幹嘛 他們就是在蒙著眼睛在做投資 他們就閉上眼睛在做投資 然後只是拿了一根拐杖在那邊試探 這股價到底會跑去哪裡 他們看不到遠方的路 所以他們才會做這些愚蠢的交易行為 那當然我主張的這個 Focus在企業價值 Focus在合理基本面的部分的 這樣子的一個價值型的投資 我們就可以張開眼睛看到遠方的路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家公司到什麼樣的價格 到什麼樣的價格是他便宜的價格 到什麼樣的價格是他便宜的價格 到什麼樣的價格是他昂貴的價格 當我們張開眼睛看到遠方的路的時候 那我們對於股價的波動 其實就會撩然於胸 我們就不會追著小狗每天亂跑 對啊 那這位同學他就分析了嘛 就是他在買APP之前 他花了很多的錢 學技術分析的課程 但他最後他發現 他也是比較喜歡慶容老師的方式 就是看基本面 而且低買高賣 就這麼簡單 之前同學都在追高殺低 他把它調整回來 買低賣高低買高賣 這才是投資真正正本清源的方式 你問股神巴菲特怎麼靠股票賺錢 巴菲特曾經回答這個問題 就只有這四個字 哪四個字 買低賣高 既然買低賣高 是股票投資的賺錢的不二法門 那你為什麼要去奉行那種 追高殺低的交易策略呢 這就是我一直看不懂的地方 但是也因為 有這麼多人在那邊追高殺低 所以才會創造出 股票存在的目的 這巴菲特講的股票存在的目的 就是每天看到有人在做傻事 每天看到有人在做傻事 這就是巴菲特曾經形容的 對啊 因為大家都在閉著眼睛在那邊亂投資 那如果學會我們這一派 就很開心的可以張開眼睛 看到遠方的路 好那剛才有特別提到 標股金他在計算好價格中 他採用的市場唯一一個 用滾動式的本益比 就是採用近240天的平均的本益比 跟近240天的平均的淨值比 用滾動式的 因為平均嘛 所以他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會做調整 那他就可以反映一家公司 更貼近市況的一些營運的一些內容 那這個這個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在使用上 確實是還蠻大受好評的 那除此之外 除了這個滾動式的淨值比 跟滾動式的本益比之外 這河流圖之外 在如何計算好價格中 我們新版的這個APP裡面 標育金也納入了所謂的小素描 PEG股價盈餘成長比 讓投資人可以知道 什麼時候是特價 什麼時候是便宜 什麼時候是合理 什麼時候是昂貴 什麼時候是瘋狂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讓你更全方位的 去了解整個的財報評價 一家公司合理企業價值的方式 就可以幫助投資人 跟幫助用戶 可以張開眼睛來做投資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同學的回饋 當他開始在10月中 另外一個同學就回饋說 他在10月中 他才開始購買標股金APP 然後發現怎麼這麼好用 他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 一個APPAPP 好用在哪裡 他發現他可以換個腦袋想 然後讓他知道 只有能夠修正自己錯誤的 投資的方法 永遠不嫌晚 真的 就是現在市場很多 教導的投資的方式都是錯的 都是在教導大家賭博 在教導大家投機 但我一直在講 如果你把股票市場 當作賭博的市場 當作投機的市場 它就會帶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 一定會傷痕累累 但是如果你把股票 當作投資的市場 遵守買低賣高 遵守好公司跌到便宜價 這樣子的一個財 財入手 漲到昂貴價 我們就獲利了結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股票就會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資產 它能夠創造出富貴穩中求的條件 這觀念真的要很難改 因為現在目前市場 太多錯誤的資訊 在讓大家不斷 每天在那邊洗腦錯誤的資訊 最後的結果會發現 其實你只要觀念一改 你只要把從追高殺低 改成買低賣高 你的投資的成果就會海闊天空 真的就會海闊天空 如果大家對訂購 如果標股經營APP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目前有兩個方案 方案一的話 就是每個月只要1280元 這個每個月每個月用 那當然你如果覺得不好 你就可以退訂 那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目前是市場唯一一個財報AI的APP 這是不斷在進步 我們標股經營APP 從今年年初推出以來 每不斷一直在進步 每個版本每個版本都不斷在進化中 它會變成一個內容非常強大 工具非常強大的一款APP 所以這個是還蠻物超所值 那另外一個更物超所值的方案 其實就是用一年的年費 是1099元 然後加入所謂的財報魔法班 那你選擇這個一年的年費 它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 其實你就可以加入專屬的賴群 第二個 你可以我們有這個財報魔法的 這個25堂的密集的影音課程 這個是由助教來上的 它這個課程中你可以一年內 可以重複不斷的上課 直到學好學滿 所以如果你對投資沒有那麼了解 其實歡迎你可以先加入這個財報魔法班 因為你不只可以使用一年的APP 你甚至還可以不斷一直重複的來上 這25堂的財報魔法的影音課程 那上完這25堂的這個財報影音課程之後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第26堂慶隆 會開一個神秘的直播 會幫助大家在統整這25堂的課程 OK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滿物超所值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這個物超所方案也推薦給大家 OK 好 這也是另外一個同學上完這個25堂課 他25堂課上到11月9號 那上課的過程中 大家就會開始想要躍躍欲試 那這位同學他就上課上到11月9號的時候 他就開始第一次實作買進股票 然後他很開心 至今未實現的獲利已經達到快15% 讓他信心大增 然後覺得可以更加的努力學習 去強壯自己的投資功夫 那這就是學習所帶來的好處 以前總人有說嘛 書中自有黃金屋 對你當你學習越多 當你願意去花時間去學習一些 一些財報的一些基本的觀念 學習一些正確的投資的方式 那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可以讓你少繳一點學費 少走一些冤枉路 投資人因為在市場中存在太多的錯誤的資訊 存在太多似是而非的觀念 讓很多的投資人都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好處 好處 好處